台灣氣候 高溫潮濕 尤其現在又是梅雨季節 潮濕環境很容易遇上東西發霉的難題 譬如像是你很寶貝的精品名牌包 或是皮件 又或是3C電池廠房的機具 原料等等 到底該如何收納保存呢 很多人應該會想到防潮收納箱吧 而這家業者是台灣防潮收納箱的品牌龍頭 靠著一條龍產線 從櫃體成型到裝上俗稱心臟的防潮主機 專業製程搶下了七成式戰率 產品更是行銷全球 這濕度越高的國家就越有市場 創造年營收破億的好成績 從厲害的攝影器材記憶卡到你想小心收藏的皮件精品 名貴樂器 一個能夠控制濕度的防潮箱幾乎成了專家必備 目前在防潮收納箱的消費市場上 有七成的消費者以男性為主 業者為了扭轉像這樣子的消費性別趨勢 特別找上了Hello Kitty做聯名推出商品 希望可以扭轉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 來吸引女性消費者的目光 女性總有一些她們比較私密的收藏 小手勢或者是一些小配件 那怎麼樣去切入這個個人 而且就是比較女性的市場 軟性的市場 這是我們等於是那時候的一個契機 要替陽剛的防潮收納鐵櫃 增添俏皮軟性形象 可比一般人想像的還要難 因為在熱轉印指定圖案之前 不可或缺的是 從一開始打造防潮收納箱的技術 先把大片鐵板送上數位沖床 畫板開動指示第一步 選取構成鐵櫃的各部位之後 焊接上必要的掛鉤骨牌柱 再送到折彎機塑形 要把鐵板折出剛剛好 90度需要上頓壓力來做工 工廠裡頭兩人一組把弓箭對齊 靠著默契手眼協調 讓組裝防潮鐵櫃的長寬膏 規格統一 分毫不差 它每一則每一則 都要跟其他零件結合 那每一個東西都一定有公差 你是不是想辦法讓所有的公差 控制到最小的範圍 你在結合的時候 親密度才會好 這樣子讓我的防潮箱 在整個完成組裝之後 它的除濕能力才能夠 被百分之百確保 有的人以為只要自己買鐵櫃 再裝上除濕設備 就能打造防潮箱 其實只要一丁點縫隙 都有可能讓水氣溜進去 與其焊看不到的鐵櫃製成 堵運器 防潮箱龍頭業者 早在三十年前就決定 突破系統化生產的瓶頸 以百分之百自製氣密櫃 殺出重圍 那包含傳統在博愛路的 那個相機街 跟甚至當時的萬克龍 都有希望我們能夠進駐 為了避免說日後在供貨上面出問題 所以決定就是說 能力許可的情況下 把一間鐵櫃廠頂下來 這個地方 這有點刮過頭了 然後這邊整個凹下去了 可能這邊等一下要再補一下 或者說你看要再刮刮看 防潮收納公司第二代郭宣宇 盯緊每一個細節 氣密度只是製作 防潮鐵櫃的基本功 最近的消費者對於商品外表 還有更多要求 師傅拿著砂輪機 把每一個肉眼可見的焊接點 仔細磨平 接下來才能替鐵櫃完美上色 因為焊接完以後 它表面會有一些破壞 烤起之後呢 它表面就會有一些凹凸的痕跡 那個就會變成 客戶不滿意度的提高來源 對 所以這個東西就變成說 在生產效率跟客戶滿意中間 今天我們要找一個平衡點這樣 修飾過後的平滑鐵板 進入噴房後 還要再用火烤清潔 利用400度以上的高溫炙燒 除去看不見的水氣 最後才能噴塗上漆 每一個步驟都帶有危險性 完全馬虎不得 烤氣好之後才能進行最後組裝 從玻璃櫃門 到暱稱為心臟的防潮主機 還有濕度劑 通通是手工完成 就算要趕出貨也不能急 那我們今天看到這一批貨 是要進來的嗎 這邊全部都是要去越南的 那越南最近就是它需求量大增 大增 對 因為這個代理商跟我們合作 也已經將近20年了 他們原來是從萊卡相機的維修 跟銷售開始的一個店家 那最後這幾年因為陸續的 一些需求的轉變 他們也延伸到當地的軍警 跟一些政府機關 那他們的需求量也非常大 光是這家越南客戶 每年叫貨需求是以倍數成長 因為它背後的神秘買家 還有一些不能說的客製要求 台灣業者一條龍的產線都能辦到 這一大塊來自東南亞各國的商機 也成了業者年收破億的來源之一 台灣跨國3C業者更是防潮箱為倉儲救星 因為我們在全世界各地都有點 特別是像在印度 他們有這些濕度是都高達90%的地方 所以我們在那邊因為這些在印度 在封城之後我們這邊都不能夠 這些貨物都不能夠移動 我們要保持我們的工作的正常 我們必須要有這些防潮的科技 可以把我們的這些昂貴的晶片做適當的儲存 以筆電維修來說 保存晶片備品的溫度和濕度 必須精準監控 一滴水氣就會導致主機板爆銷 以這間維修大廠來說 全球每年維修200萬片主機板 只要有3%的品質耗損 立刻失血18億台幣 所以他們寧可砸錢購買專業防潮箱 也讓防潮箱業者受到新的商機 倉儲的環境控制 因為它的原理其實就好比打造一個巨型防潮箱 那我們設計的這個系統就是說 控制在恒溫20度或是25度溫度的那個條件下 大概可以做到相對濕度10%以下的一個濕度 那這樣子其實就已經會滿足很多製造業在高階的情況下 它需要控制濕度的一個環境控制 二代接班者們對於工程服務寄予厚望 因為這間市占率達7成的防潮箱公司 30年來的努力雖然擁抱市場 卻也換來同業爭相仿效 要想維持領頭羊的位置 在專業度上做出差異化勢在必行 那如果我們還用傳統就是買回去的防潮箱 很容易插電就可以用這種邏輯去賣的話 使用者其實並不能真的理解這個東西 對它的好壞在哪裡 或者是他也不能理解你的這個產品 在競品之間到底可以給它什麼更多的東西 所以我們後來就自己挑它去做end user 雖然我們公司是做設備或者是做銷售的公司 但是我們自己挑它去做服務 品質要求還有明確的品牌論述 是這間防潮箱公司 從代理日本品牌到獨立製造 貫徹兩個世代的精神主軸 如今名揚海外也遇到驚喜 前幾年包含那個日本那個品牌的第二代 也都跑過來問說我們可不可以把他們代工 那後來甚至跟他聊起來說 原來他的父親跟我的父親 就中間有這麼一段淵源 過去代理的日本廠商 現在回過頭來找台灣廠商合作 30歲才正式到公司服務的長死郭軒宇 形容這一路走來和各家客戶還有廠商的合作 就像是結善員 與老員工的互動更像是回家一樣 其實很多老員工真的是從小看我們長大的 看我的感覺會覺得好像說 你終於回來貢獻心力了 比較不存在就是說等著看你好去看出陽想的那種角度 把身段放軟勇於認錯是個性坦率的郭軒宇 目前學到最有用的管理哲學 而謹守父親創業的品牌精神 也是他擴展事業版圖的經營原則 不是只是廚師什麼什麼的 房巢或什麼什麼之類的 對我們來講這個只是技術 可是重點是收藏這個本身這個字的價值 跟它的含義是比較重要的 在台灣高溫高湿的環境下 如何將心愛物件長久收藏 成了防潮箱品牌第一代在台灣站穩腳跟的主軸 第二代放眼國際靠的不只是防潮技術 更需要使用者習物愛物的初衷 宜蘭有名的特產很多 但講到鴨賞這一家絕對不能錯過 休息一下就要來看到堅持古法製作的鴨賞 好滋味登上果宴 好滋味